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姜片 小辣椒 洋葱 大红椒 芹菜 稍微翻炒就可以把螃蟹放入一起翻炒 接下来我们可以加入上餐 再放入调味料 翻炒均匀 将锅盖盖上让螃蟹焖煮到熟为止 牛头排炒菜锅的独特优点就是在焖煮食物时 将锅盖排气孔关注 让食物保持原汁原味 营养不流失 螃蟹熟了 打开锅盖 加入葱段 炒均匀 倒入少许花椒酒 就可以上碟咯 多层不锈钢炒菜锅 无涂层 不会脱落 坚固耐用 所以炒螃蟹之类的硬贝壳类也不会有问题 我们的芹香双椒焖螃蟹就完成了